头条西瓜鸭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珍宝大师姐 来这边继续学梦 今天是周一天气不是很好 有点阴出摊的人也不是很多 这有一个这应该是567的这种景德镇的这种粉彩的一个万事无疆的网 这边卖的是什么还有卖麻将的你看看 这个逛地摊其实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他每一次的他给你带来不同的惊喜 因为他有很多不确定性 你也不知道你下个摊位能遇到什么 所以说这也是逛地摊的一个魅力 有的人确实在这种地摊这种地方 原来我记得有的人在这种地方能逃到很不错的东西 然后后来出手卖了很多钱 不能说这种情况不存在 但是这种情况的这种几率还是真的是非常少的 确实 但是这个减漏呢大家都希望自己能遇到 嗯 怎么能减到漏 你减到漏的这种 买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将来能 能卖出去 这也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我们减到一件东西 可能说他很珍贵 但是他从你买完了以后到变现 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其实减漏的意义呢 其实在于你将把这件东西卖出去 了以后产生的这个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减漏 你不是说你买到一件东西 是减漏 你比如我在市场上买一件盘子 可能这个盘子市场价 几千块钱 但是呢 我可能花了几百块钱买到了 你说这是叫不叫减漏 但是你因为你几百块钱买完这件东西了以后 你并没有把它真正的去变现 就是变到他真正你理想当中的一个价位 所以说呢他还不算是减漏 只能说是你是一次正常的一次消费吧 只是说你比一般的人买的东西可能会便宜一点 这是我个人对简陋的一个理解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 其实大家可以在下班给我留言 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每一天лять他是有什么家 п And the feariki 不是什么家乡 為何同掌握 第一眼还还不是传逐